今天呢我在IKEA買了三個東西 我買了三個就是可以拿來做控況的東西 那那個就是 不一樣 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是開始錄了嗎 開始錄了 但是我還是沒有標題耶做到第三集了 我們的標題就是 第三集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第三集的話我們會做一些實戰 就是我們利用家裡現有的東西 因為你要創造柔光的話 其實你不一定要買專業的柔光設備 當然你可以買一支就是不錯的那個就是持續燈 因為一支好的持續燈它可以調出力 然後它有足夠的處理你可以做比較大的 控光的變化 不會只有單一種 因為你如果用燈泡那些的話 它大概就只有一種處理 你比較難去控制 但如果用買一支可調的持續光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做一些比較不同的控制 所以這是一個不錯的部分 那我們就實際上 用這三個東西來拍神雅試試看 那這三個東西分別是 79塊的浴簾 然後129塊的防滑地墊 跟199塊的床包 那大家可以先猜測一下 這三個東西拍起來的效果會如何 那我們實際上大家比較一下 你下次去IKEA買東西的時候 就知道該買什麼了 這個玉簾 玉簾 玉簾你用這個插給我看 那我們首先先看一下裸燈的效果 裸燈效果在我們第一集的影片裡面 大家應該已經都看過了 其實裸燈我們也是可以控到比較柔的 我們一開始有講過嘛 只要你把出力控到比較低 你把燈盡量拉近 還是可以做出一些比較柔和的效果 可能還是可以稍微柔一點點 但絕對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先請出我們今天的選手一號 我們選手一號是玉簾 79塊的玉簾 我們把它架在那個IKEA的那個衣架上面 然後用這種文具店就可以買到的大夾子 有在玩麻將的就有 對他如果有在玩麻將的話 就應該有很多這個夾子 那你就可以製造出一個可以控光的區域 你可以看到透過這個玉簾來 稍微簡單的控個光 然後我們可以做出稍微還不錯 柔和的效果 用控光幕的好處就是你可以隨意的控制你的燈 離那個控光幕的遠近 所以它能夠控制的電話性其實也是也是蠻多的 你稍微可以試著去移動一下那個燈效果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好我們現在第二個我們上那個床包 翻成這一面比較好看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床包的透光度跟剛剛其實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然後好像沒有那麼柔對不對 它比較硬床包比較硬一點 床包可能有點太薄了 可以看到就是以後面影子可以看出來 它那個柔和的程度 但我們一樣就是可以把它控制在 我只要稍微調弱一點出力壓近一點 其實應該可以達到蠻好的效果 這樣子看起來其實也還蠻不錯 但是它臉上的陰影其實 還是可以看到有一些陰影的輪廓 但是比那個裸燈的時候又消除了多一點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如果你再多放一層的話 如果你有兩組的衣架 有兩組的床包 應該我覺得床包可以做出很好的效果 但我覺得一層好像有點太薄了 最後一個有點搞笑 不過我覺得我想試試看 那因為它不夠寬 我們就弄半結就好 最後一個是那個防滑地墊 就是一般弄在地毯下面或是哪裡下面的 然後它是很塑膠的網格狀 但我不知道這個用起來的效果會是如何 那我們來試試看 實際上打完的效果是 沒有差 所以地墊 地墊是不行的 地墊基本上就是 我只是玩好玩的 我只是想試試看 我本來想說會不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效果 但是看起來好像是 其實比較好的做法就是 你在兩層那個材質之間啊 可以留一點空隙 讓它光多跑一點距離 可是因為今天就是我們只有 我們比較窮就一個衣架 我們沒有兩個衣架 所以我們就前後把它掛著 然後看經過兩層的這個效果有沒有不錯 就是這樣吧 然後它中間還是有點空隙 所以它其實還是可以 大概幾乎是可以在預料範圍內的就是 它這個程度大概柔和程度 大概已經跟柔光罩差不多了 很多柔光罩裡面也會做雙層 可是如果你有裝過柔光罩的話 你會發現它那個雙層之間會隔 一點點足夠的空隙 然後讓那個光就是在擴散 所以像這個的話 如果你有兩個衣架 或者衣架是兩層式的話 那你就可以兩層各夾一個 各夾一個那個布 然後讓它通過兩層 出去的光就會非常柔和 像這樣子其實已經 看它臉上陰影那些東西 其實已經很適合拿來拍一般的拍攝了 一個便宜的衣架 配上一條199塊的床包 跟79塊的玉蓮 所以玉蓮79塊 效果跟柔光罩差不多好 你只要買兩條79塊玉蓮 天下無敵 玉蓮就是你瘦瘦 你萬一要洗澡了是不是 到那個浴室裡面掛起來 乾絲分離 還不用買房子有乾絲分離了 你只要有一條這個 晚上又可以用來洗澡 白天又可以用來拍照 賺 剛剛我們有介紹了 就是我們可以用窗簾啊 床包啊 來創造簡單的柔光 如果你在家裡呢 就是因為剛剛我們是在攝影棚 感覺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在家裡這樣子 簡單的空間裡面呢 比較狹小 你依然可以使用這種方式來做空光 比如說看到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錄影的地方 就是很陽春很簡陋 現在的光線呢 我們看一下實際上的光線 現在長這樣子 如果我今天呢 拿一支持續燈 然後呢 我直接沒有在做空光 我直接打燈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就是 就快瞎掉了 就是會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牆上的陰影 它其實是很重的 那你在拍攝的時候呢 就是會有一個很重的陰影 然後呢 那個Sana幫我臉往左邊轉 那這時候呢 比如說臉 稍微轉動一下 你會發現它鼻子上面的陰影 就是會非常的重 就是可以看到 臉上會有那個 很重的鼻翼的影子 那像這樣子的陰影呢 有時候 就 如果在拍 可能比如說你要做一個簡單的 影片啊 訪談啊什麼 可能不是那麼恰當 那這時候我們就必須做柔光動作 那我們就把剛剛我們 塞好的這個巨大的 衣架擺過來 你會發現 過來之後呢 很明顯的 它身上的影子幾乎已經散掉了 就是有達到很好的柔光效果 我只要甚至再把燈稍微往後一點點 幾乎已經快要看不太到它的影子了 那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柔光狀態 另外一個就是柔光的好處就是 大家現在看照片比較的時候 應該可以感覺出來就是 像有時候我們臉上都會有一些油光什麼的 那你今天如果用硬光的話 其實那些油光跟 如果你有痘痘或什麼 打稍微側的硬光 那個東西會變得很立體 其實硬光可以讓物體變得立體 那這個立體當你在拍人臉特寫的時候啊 它就會把臉上所有的 比如說痘疤什麼東西都變得更立體 那如果今天用柔光的話 因為它整體的光質是變得比較均勻的 它比較不會有那些陰影或什麼 呈現的立體度也是比較差的 就像我們在影片看一些街景的時候 街景是會比較平面 不會那麼有層次感 今天用柔光在拍攝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那些 柔光會比較不明顯 臉上一些瑕疵 粉刺啊 痘痘啊 之類的東西也會變得比較不那麼明顯 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光 那剛剛Teddy有講到就是 他覺得硬光其實拍起來很好看 其實是的 像我其實也很喜歡硬光拍的東西 但我覺得那就是一樣 看場景看場合看需求 沒有任何一種光是對的 像我們今天第一季這個節目 算就三集 但我們硬要稱它是第一季 這三集的節目呢 我們示範了幾種不同的做法 只是讓大家能夠更 用更簡單的方式理解 其實打光沒有那麼恐怖 其實它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可以只要用一些小小的道具 就可以做出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但是呢 有沒有一定什麼是對的 絕對沒有 一切都是看 你的需求 你的目的 跟你喜歡什麼 那 希望大家透過這三集的節目 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如果 一樣 如果你喜歡 這三集的內容的話 就麻煩大家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如果你有想要再看到更多的什麼東西 那一樣告訴我們 我們接下來的這段時間呢 會盡可能的 再多拍一些不同的東西 讓大家 看看 好不好 那就這樣 那我們最後就 感謝這三集 神尼塔的幫忙 那 神尼塔的IG 我們也會放在這三集的 每一集的 那個下面說明欄 那再麻煩大家最終追起來 然後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接下來呢 會有更多 不同的東西 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